在刚进外漏的瓦砾堆中快速跳跃上下来回绣纹 台湾搜救权挺进土耳其灾区 不放过任何角落要努力找出生还者 土耳其因为规模7.8强震造成上千栋房屋倒塌 超过40个国家都派出搜救队 台湾也没有缺席 首批救援队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倒塌的八层大楼中抢救生还者 而同样身处地震带台湾特搜队人员有着丰富搜救经验 土耳其每日晨报刊登各国救援队伍出发前网照片当中就包含台湾 就连CNN在报导中还把台湾西班牙德国等国家国旗并列 921大地震后台湾逐步训练搜救权 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瓦砾场图16区隧道等挑战关卡 而现役A级搜救权有18只B级搜救权有12只 腿腿跟Melody这两只都有通过IRO跟MRT的能力认证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我们搜救的重要的一个成员 除了两只狗狗有通过认证以外 我们还有跟中兴大学的受益器有MOU的机制 台湾搜救能力从全职训练到人员培训都具备国际级作业水准 实战经验丰富也无意不语 欢迎新闻红世诚五名夜高龄景台中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最新宝訂经验的是邻居人即可 开启小铛 ".....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